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我是吕鹏 1948年9月10号,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有一个死刑犯被处死 平常的犯人都是一颗子弹就了事了 但是这个死刑犯不知道为什么啊,连续打了七枪才毙命 这就很让人疑惑了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意外 七颗子弹全都不偏不倚的打中了 但前六颗呀,就跟故意要避开要害似的,没能要了他的命 这明明就是在泄私愤啊 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能让柜子手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这个死刑犯是谁 咱们前两期刚讲过这一位王一堂 是赫赫有名的民国十大汉奸之一 早年的时候呢,名头也不小 王一堂是合肥人 这个地方啊,军事地位很高 甭管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这都是必争之地 而且合肥的名人也不少 包青天就是合肥人啊,包括李鸿章是吧 王一堂呢也不赖 他是清朝最后一批的晋士 算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 言诗作妇什么呢,那都是常规操作 当然一个见识的身份肯定不能满足王一堂 他一到北京就巴结上了当时的军机大臣徐世昌 徐世昌呢也是个文人 他对王一堂的印象还不错 所以就多次提拔他 王一堂就是这么着,拿了一个兵部主事的官职 后来也是在徐世昌的安排之下,去了日本留学进修 回国之后,王一堂就直接当了陆军协统领 不过这个官位没做多久 大清国那时候啊,已经没什么前途了 各种各样的革命,起义,压得清政府喘不过气来 而且外边还有列强虎视眈眈呢 所以王一堂的官没做多久辛亥革命爆发 王一堂被政敌攻击 他自己呢,又没办法洗清和革命党的嫌疑 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跑到北京寻求徐世昌的庇护 可是这种日子呀,也没过多久 袁世凯带着大军陈兵北京城下 清朝不久之后就灭亡了 那天有不少的清朝遗老,遗死明治 但王一堂没有,他还想活着呢 清朝灭了他一点也不伤心 因为他看到了更好的机会 那就是投靠袁世凯 这时候帮了他的还是从前的军级大臣徐世昌 徐世昌跟袁世凯呢,关系原本就不错 所以王一堂很快就在袁世凯手下捞了一官半职 仗着自己那点文采 王一堂当的是大总统秘书 可以说是又有面子又有油水啊 王一堂对这官职也挺满意 因此对袁世凯的事情呢,也是尽心尽力 然而可惜的是,袁世凯要复辟帝制 这一下子就把他自己给玩进去了 当初王一堂也劝阻过袁世凯,但根本没用 袁世凯失败了,王一堂的大总统秘书也就没了 但是他不甘心,他不想放弃这些高官后路 思来想去,王一堂找到了当时的晚戏军阀头目段七瑞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当时段七瑞手底下呀,还真缺一个他这样的人物 所以俩人那一拍即合 段七瑞给他一个国务总长当 王一堂很开心的,立刻是走马上任 当时段七瑞想要打压政敌冯国章 但是又想不到好的办法,就向王一堂请教 王一堂拍拍胸脯,说这事啊,包在我身上了 一定不会让段七瑞失望 段七瑞半信半疑,但眼下也没什么好法子 也就让他去办了 王一堂之所以敢这么打包票 是因为当时呢,他在一个叫做安福胡同的地方经常聚会 来这儿的都是一些政客 口中谈论的无非就是官场的动向 王一堂眼珠子一转 他觉得呀,这事儿有戏 王一堂第二天就找到段七瑞 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段七瑞 段七瑞一听,感觉可以试试 于是就对王一堂说 你只管做,至于钱,你只管开口就是 我一定帮你弄到手 段七瑞掌管军政大权 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 王一堂一看他这么有诚意 二话不说,就开始捣鼓了 他觉得呀,安福胡同名字不好听 国会什么的又太显眼 就干脆学着洋人叫了一个安福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非同小可 这里面的人几乎都被王一堂收买了 说白了,就是段七瑞的人啊 这些官员一开始可能还有一些立场 但现在可都是段七瑞的棋子了 王一堂这事儿办得漂亮 也深得段七瑞的赏识 但是后来的王一堂和他建立的安福俱乐部可惹恼了一大帮的军阀 没人愿意给他好脸色看 当时为了选举,王一堂公然下令抓人 而且命令议员只出不进 他的名声啊,就臭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 后来的和谈也就不了了之 但他没想到的是,直晚大战,晚戏军阀竟然败了 这一下子王一堂可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他开始啊,到处逃窜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纪时,我是吕鹏 一转眼,日本人就发动了七七事变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北平失线 王一堂一看,机会又来了 赶紧的四处联络,想和日本人搭上线 民族大义什么的,对他来说呀,已经不重要了 金钱和权力,这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就算是当汉奸,对王一堂来说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毕竟那个时候,中国看上去基本没有什么赢的希望 所以王一堂这个汉奸就做得更加有恃无恐了 在日本人的扶持之下 王一堂和另一帮汉奸一起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虽然王一堂很想要金钱,很想要权力 但是他还是很明白,枪打出头鸟 所以当日本人想让他当伪政权头目的时候 王一堂就拒绝了 因为他知道,国民党的军统特务那也不是开玩笑的 统领的位置丢给了一个叫做王克敏的人 而他自己呢,搞了一个镇纪部的部长当 这可是个肥差 不过王克敏呢,可不愿意啊 这么大的油水怎么能白白送给王一堂呢 这万万是不行的呀 所以王克敏俩手一摊白旗谱了 怎么说都不肯让王一堂舒舒服服的当这个部长 王一堂一看王克敏不依不饶 没办法就稍稍的做了一些妥协 再加上日本人呢,也出面调节 王克敏也就作罢了 但是这事儿怎么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呢 当然不会 王克敏也不是这么省油的灯 他挖空心思的想要整一整王一堂 还真别说 王克敏弄来弄去 还真就把阵纪部给取消了 转手扔给王一堂一个内政部的总长 算是赢了王一堂一招 可王一堂脸皮厚啊 只要有油水干什么都成 他的目的是巴结日本人 只要日本人给他撑腰 别说是王克敏 就是他汪精卫来了 也得给王一堂三分薄面 正是因为这样 王一堂也就没怎么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他现在的第一要务 是怎么控制好华北地区的中国人 日本人呢 看中了华北地区的资源 但是他们人手又不够 就运用了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策略 简单的说吧 就是派遣一小部分的军队 驻扎在中国 而剩下的事情呢 就交给汉奸来管理 日本人就是个监管者 当时华北地区就是需要这样的中国人 王一堂自高奋勇 他当年学的帝王之道 现在可以用得上了 王一堂的办法呢 也很简单 直接就是使用奴化政策 他利用中国人都遵从的儒家思想 经过一些修改之后 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奴化教育 他就开办小学 开始雇人给这些小孩管输思想 当年日本人在东北也实行过类似的政策 王一堂呢 也就是照猫画虎 反正只要能让日本人高兴 他做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为了让日本人看到他的价值 王一堂啊 开始在华北地区搞治安强化运动 说白了 也就是抓共产党和一些不安分的中国人 任职三年 王一堂一共就搞了五回 很多共产党人和一些国民党特务都死在了王一堂的枪口之下 更可恶的是 王一堂为了虚报数目 把一些根本不知情的中国平民也抓进监狱充数 日本人看他做的 卖心卖力的 也就更信任他了 很多有油水的药职啊 都让他担任 但事实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王一堂对日本人卑躬屈膝 目的就是为了钱 他看似乖巧 可实际上贪污受贿的事情全都和他有关系 拿到的钱基本都是用来享乐 一开始王一堂还愿意装装样子 可后来他直接就明目张胆的挪用公款 收受贿赂那更是常见了 日本人一看王一堂靠不住了 就直接免了他的职 不过日本人呢 也不是直接把他放弃 而是让他去汪伪政府担任一些职务 王一堂眼珠子这么一转 机会又来了 汪精卫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他觉得棒着汪精卫那也不错呀 其实王一堂的免职 也不仅仅是日本人的原因 更多的是王克敏的排挤 王一堂又不是什么心胸开阔的人 肯定是得报这个仇的 他一个人不行 那就得找个大哥一块帮他做 这个大哥就是王精卫 一开始啊 王一堂表现的安分守己 一点也不违逆王精卫的意思 王精卫一看 既然是这么温顺的一条狗 那就大力扶持吧 以后就是我的心腹之一了呀 王精卫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王一堂的老仇人王克敏给扳倒了 可这时候回头一看 这王一堂哪是什么温顺的狗啊 这就是忘恩负义的恶犬哪 羽翼丰满的王一堂 连王精卫都不放在眼里了 久而久之 连日本人他都有点瞧不上了 正因为这样 他离死也就不远了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王一堂这样的日子呀 也没过多久 日本人的战败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所以王一堂开始想方设法的 为自己开脱 但是当时呢 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好 一直在医院疗养 国民党的汉奸抓捕行动 率先在华北地区进行 王一堂在医院跑不了啊 很快就被抓捕归案 但是王一堂呢 也不是什么笨人 他借口身体不好 一直躲避国民党的审问 就这样一拖再拖 国民党一时间 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因为每次国民党派人来的时候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 都是一样的 医生说王一堂 身体状况十分不好 是不能接受审讯的 一开始的时候啊 国民党还是相信的 但是越到后面 越觉得有问题 所以国民党呢 索性就带了自己的医生 去给王一堂诊断 这一诊断不要紧 要命的 是他们发现 原来王一堂在耍我们的呀 王一堂根本就没什么重病 都是装出来的 那个一直说王一堂重病 不能接受审讯的医生 以前也是王一堂的部下 他一直都在帮助王一堂 逃脱罪责 可这样的方式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现如今被人察觉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可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王一堂还是摆出了那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甭管国民党怎么劝 怎么恐吓 就是不说话 反正就是不配合 你能拿我怎么办 国民党一看 哟 油盐不尽是吧 那咱来点硬的吧 我管你是不是真的重病啊 反正这个审问 你王一堂是非去不可 他们准备了担架 就这么着 把王一堂抬上了法庭 王一堂可不管啊 国民党敢来硬的 他也就敢继续装下去 在法庭上 甭管法官怎么提问 王一堂就是躺在担架上 一动不动 眼珠子都不动 围观的群众啊 都以为王一堂得了什么病了 怎么就变成一副 活死人的模样了 一传十 十传百 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说是大汉奸王一堂罪有应得 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了 可实际上 他哪是什么活死人的 活得好好的 别说是什么活死人了 连蹦带跳着都没问题 就这么着 王一堂又逃过了一次审判 不仅如此 他还派人呢 到处散发自己救国的假象 可以说是为了逃脱罪责 不择手段 国民党看他这么嚣张 也打起了舆论战 把王一堂的罪责和身体状况 公之于众 让人们看看王一堂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王一堂被这一手反击 打得不知所措了 国民党的微信可要比他大得多呀 没办法 这次王一堂再也没办法装重病了 因为没人信他 不过呢 这次王一堂也没打算装模作样 他打算给国民党一次反击 当时啊 负责审判王一堂案件的人叫何成桌 这个桌字就是咱们平时一说啊 把这菜放开水里抄一下 把那个抄字多阴字 这王一堂和何成桌是老相识的 因为当时王一堂在华北地区当委员长的时候 这个何成桌就是他的手下 俩人算是有一面之缘嘛 所以当何成桌义正词严的说 王一堂是大汉奸的时候 王一堂笑了笑 忽然就站起来了 何成桌 您也有资格叫我大汉奸呢 我要是大汉奸 那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小汉奸 当年你可是在我手下干过事的 别以为现在换了一身皮 就能装枪做事 当好人审判我 你有那个资格吗 要说审判 那也得先把你自己的脏事 坏事查干净了 你再来审老子 王一堂这番话 怕在座的群众 惊得是哑口无言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坐在审判席的法官 竟然也是汉奸 这让他们怎么也接受不了 小汉奸审大汉奸 这算怎么回事啊 民众不买账 纷纷的要求查办何成桌 政府没办法 只能让何成桌停止查办 王一堂一看机会来了 赶紧托人让汪绝敏来审这个案子 汪绝敏算是他的一颗棋子 所以让他来审案子 王一堂很放心 果不其然 汪绝敏当上法官之后 开始想方设法的替王一堂开罪 东奔西走 就为了能找出一些 可以逃脱罪责的案例和证据 可跑来跑去 汪绝敏发现根本没用啊 因为王一堂实在是太混蛋了呀 好事是一件也挑不出来 坏事是一找一箩筐 没办法 汪绝敏只好放弃了 反正王一堂就算是死了 他自己也不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可这时候的王一堂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他以为汪绝敏肯定能把他救出来 所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 打扮的人母狗样 一副胜券在握的气势 实际上啊 汪绝敏看见他那副样子 都感觉哎呀 何必呢是吧 太可乐了啊 当汪绝敏说出判处死刑的时候 王一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什么 再说一遍 可事实就是如此 王一堂眼见大事不妙 又准备装病 哎呀 不行啊 我站不起来了 我这快要病死了 可国民党不会给他机会了呀 七颗子弹当场招呼在身上 这十大汉奸之一的王一堂 当时可就死那儿了